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师父 小月虽然有强大的洪荒之力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只要有人对她加以引导 她定能向善 成为像师父一样的人 匹父无罪 怀必其罪 师父 求求你救救她吧 她只是一个孩子 好 我答应你 我不会伤害她的 谢谢师父 师父 小谷还有一事相求 朔风已经化成了盐水玉 这是她临终之前 让我转交给霓漫天的 这里面有她对你满天说的话 请求师父转交给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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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给我让开 我要进去杀了华千古 没有尊圣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得擅闯先老 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 就走啊 花千古被囚禁在天牢里 在宫审之前谁也不许擅闯 这是朔锋给你的传英罗 他一话所言水域 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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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水域 不可能 不可能 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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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天 当你在看到我的时候 也许我已经变回那一根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 不知道什么是爱 不知道什么是心痛 也不知道什么是 欣喜的石头了 只是到了最后 我没想到 我有那么多的后悔 我后悔我一直 对你板着一张脸 其实 我只是想用 外表的冷漠 来伪装我自己 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在离开的时候 我会不忍 我会心痛 可是我没想到 到最后我还是舍不得你 对不起 为了尊上 为了我的使命 我必须跟你道别 漫天 是你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 什么是心痛 我不行 我不信 我不行 初风 初风你回来 你回来给我讲清楚 慢天 放下吧 不要再错下去了 也不要再为难花千古 你掌门 并非花千古所杀 而是单春秋的肆意栽葬 他也是可怜之人 我不信 就算不是花千古所杀 也是因为花千古而死的 守风 守风 你快回来 漫天 若可以 我希望下一时还能再见你 下一次 我绝不会自己先走 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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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守风 守风 在下彭莱泥漫天 我也是 你会让那一段时间 就 peach 我只是想再次 我会说 你为什么不想再来 你不想再来 那你过来 你不想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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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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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们会死吗 不知道 也许会吧 小月 你害怕吗 不怕 姐姐 你怕吗 姐姐也不害怕 但是小月 如果被提审的话 什么都不要说 不管他们怎么惩罚我 或者处置你 你都不要顶撞或者生气 你的洪荒之力太过强大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杀你 姐姐现在也自身难保 保护不了你 但是姐姐相信 你一定不会轻易受到伤害 只要一有机会 就逃出去 不管是市井 乡村 蛮花 无论哪里都好 只要能好好地活着 但是要切记 千万不要伤害任何人 你的洪荒之力 才只恢复了一半 肯定不是师父他们的对手 否则 他们更有借口要杀你了 那姐姐怎么办啊 不如 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你不是说 有机会出来的话 就带我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我想去 你跟我说过的地方 然后 吃好多好吃的 小月 你还记得 我们在虚洞里说好的吗 记得 在虚洞里 姐姐一直陪着小月 出了虚洞 小月 就要全部听姐姐的 姐姐做错了事 以为在虚洞里 还可以逃避 就当自己 没有在世上活过 只要能够好好地 陪着你就好 但是现在既然出来了 姐姐就应该 去承受当时自己 所犯下的错误 可是小月 你从生下来 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用不着因为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潜在的威胁 去偿还什么 只要能够逃出去就好 但是姐姐如果逃了 就是错上加错 所以 千万不要想着管我 也不要想着救我 你只要记住 姐姐只有接受了 师父的惩罚 才会安心 踏实 否则 就算是逃出去了 也永远都不会觉得快乐 姐姐的师父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你不要小月了 小月 姐姐没有不要你 你要记住 就算姐姐不在你身边 姐姐的心也是跟你在一起的 你只要记住姐姐说过的话 永远做一个坚强勇敢的好孩子 不要做伤害他人 还有危害苍生的事情 姐姐就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知道吗 好 姐姐怎么说 小月就会怎么做 姐姐 你不用怕 我相信 他们伤害不了你的 只要 你不放弃自己就好 嗯 小月 照顾好自己 只要你和唐宝都能好好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嗯 嗯 孟大哥 孟大哥 倩姑怎么样了 嗯 啊 啊 清水 我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替我留在长流 关切一下千古的安危 是 好 清水 对不起 孟大哥 你不必再说了 千古有难 我本应该留下来照顾 你放心去吧 千古如果有什么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清水 我 我 孟大哥 你不必再说了 我懂 我都懂 嗯 我 嗯 师父 你所说的劫难 终于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决定 是对 是错 我 我既要守护天下人 可我 也要守护我自己的徒弟 是 那是 都是你爱吃的菜 你还是多吃一点吧 施易师兄 骨头会不会被处死 施易师兄 我什么都不求 我就求你带我去见骨头一面 好不好 唐宝你听我说 我不要听 我就只想见骨头 也许 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也说不定 骨头替尊上做了那么多事情 被你漫天羞辱 他都一一忍了 可是尊上呢 他都做了些什么 唐宝 你别喊了 如今这长流 也是风尘鹤离之计 你 我答应你便是 真的吗 施易师兄 谢谢你 站住 任何人不得擅闯鲜牢 快 唐宝 骨头 骨头 快 你干什么 我们叫你出去 不可以 唐宝 这一次我犯下了明天大错 我死不足惜 骨头 我不让你死 唐宝 世易师兄 已经有太多人因我而死了 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 骨头 我想让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千古 按照长流的门规 接下来你所承受的痛苦 是你远远想象不到的 我知道 但是这一切 是我应该承受的 姐姐 我们走吧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做了决定 你们谁也不要阻止我 唐宝 好好听十一师兄的话 以后千万不要再闯祸了 十一师兄 唐宝就交给你了 好 照顾好他 你们快点啊 你想好了吗 真的要给千古如此重的刑罚吗 你们师徒尔那性格真像啊 一个打死不说 一个死成到底 我真不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 来 趁这现在还来得及 如果需要我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任何人做错了 都要面对 谁也不能例外 行 好 我看你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 你怎么跟他走了呢 为什么 为什么 说风 华乾孤 你什么都要跟我抢 尊上你要跟我抢 啊 我只剩下说风呢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抢 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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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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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к 啊 啊 自从我来到一宿阁 我从来没有见到你快乐过 哪怕现在复仇已经成功在握 你究竟想要什么呢 小月 小月 谁 东方 古头 你受苦了 东方 你是怎么进来的 不要问那么多了 把这个药丸吃了 跟我走 东方 你是最明白我的 我必须要承担这一切 一走了之 不管是蜀山还是长流 都会遭受到牵连的 你马上就要受审 按长流的门规 你会受到很重的惩罚 你知道吗 我身为长流弟子 心里自然最清楚不过了 如果 如果师父可以慈悲一点 或许能够赐我痛快一死 古头 你没有必要为白子华 付出这么多 而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委屈 他有必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相 与其让师父为难 不如让他只怪罪我一人 师父 他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你宁愿被毫不知情的白子华所杀 然后骗你自己 他还是疼爱你的 这只是个误会 他不知道真相而已 你不愿意让白子华知道这一切 然后按照长流门规 狠心地杀你对吗 古头 你知道现在你已经爱他有多深了吗 你以为你牺牲了自己 就是为了你师父好吗 你有想过如果你死了 那唐宝 小月 你长流的兄弟姐妹的感受吗 你有想过我吗 东方 你不要再继续说了 你这是做什么 跟我走 我们去找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不会跟你走的 东方 我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 我已经跟师父说了 我是七杀 东方 你做了什么 我就知道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 所以去了一宿阁 学了这东门秘书 三尊会神的时候 你只要实话实说就好 不要让我知道 你一心求死 一点求生的欲望都没有 若到时候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下来的话 那白子华想帮你都帮不到了 东方 你快就会解开 想解开也很容易 只要你在问我 想不到到现在你还这么相信我 你已经还清了欠我所有的债 而这个晚 我会为你做我所能做的所有 来弥补我曾经伤害过你的一切 东方 东方 你 对不起 一宿阁的秘书 怎么会这么好接呢 罪人花千古 长流殿三尊会神 来 开门 走吧 顾唐 保重 还磨蹭什么呢 走吧 好 好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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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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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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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长流弃图 花千古 你残害同门 偷袭禁术 欺世灭祖 天地不容 结交奸党 苟结欺杀 不知自爱更是罪不可赦 后有杀人夺弃 大闹东海 私放妖神出世 导致各派大战死伤无数 万死难辞其咎 以上罗列各条 你可认罪 我认罪 你可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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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神出世的确是我做的 但我没有杀害同门子 没有杀人 更没有勾结欺杀 妖神出世的确是我做的 但是我没有杀害同门 没有杀人 更没有勾结欺杀 那我问你 朔逢为何而死 你千丈为何人所杀 你身为长流弟子 为何要跟沙千墨构结在一起 让洪荒之力重现 他又为何三番五次 前来救你 我没有杀你掌门 至于朔逢 是他自己自愿的 我没有杀你掌门 至于朔逢 是他自己自愿的 朔逢他真的是因为千古 你还敢狡辩 你妄图夺取神器 你一千丈不从 你便使射魂术杀了他 否则 你倒是给我解释一下 你是如何取得浮尘珠的 我只偷取了浮尘珠 可是 人不是我杀的 人是山春秋杀的 是他嫁祸于我 那大孽徒 你还不招吗 他的确因我而死 但我没有杀人 你说 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现在 我要你把如何偷到神器 如何偷袭禁术 又是如何让洪荒之力 重现的详细经过 描述一遍 神器是我偷的 洪荒之力是我放出来的 我偷袭禁术 琴师灭祖 古头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全部都认罪 不必再审了 还请三尊处罚 不管结果是什么 小谷都认罪 华千古 你身为长流弟子 又是掌门守徒 你置你师父于何地 又让长流颜面何存 你身受清虚道长的重托 待任蜀山掌门 又让蜀山派如何向天下人交代 你愧对长流 视为不忠 愧对你师父视为不孝 愧对清虚道长视为不义 愧对天下之人视为不仁 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天下再容你不得 今日 盼你竹出师门 竹仙柱上 受九九八十一根销魂钉 你服是不服 长流诸仙柱 自开派以来 钉死了六十六位仙人 不但失去功力 一半以上都处以急警 被钉得魂飞魄散 从手足开始钉起 却不伤及要害 法力较弱的 能撑得下二三十根 就很了不起来 那这岂不是长流 最残酷的刑法 你们要钉在骨头身上 八十一根之多吗 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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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 小魂钉之行生不如死 八十一根之多 以千古的修为 必定魂飞魄散 求三孙枉开一面 念在千古年幼无知的份上 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七三孙 你们都给我反了是吧 花千古是本派掌门 岂可以交由你 说杀就杀 今天就算骗了我整个蜀山 也绝对不会把人交给你 云影 蜀山掌门花千古 自知罪大恶极 献阁去掌门一职 由弟子云影接任 上门 弟子花千古 罪不容束 三尊仁慈 弟子甘愿伏法 只求三尊开恩 不要逐我出长流 哪怕魂飞魄散 也无怨无悔 你什么也不说 一口人嘴 你就真的那么想死吗 为何要偷盗神器 导致洪荒之力重现 为了替师父解毒 为了替师父解毒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说 不行 死了我都不能说 我今天宁愿要舍自己 也不会接受东方的操控 公头 你会没命的 你为什么要为白子华 付出这一切 我心甘情愿 看他的样子 他是中文艺朽阁的咒语 是什么事 宁愿把自己的舌头咬破 也不肯说 顾唐 你为什么这么惩罚自己 东方 停下来 难道你要亲手杀了我吗 如他所愿 保留长辽弟子身份 好 至少 此话 长辽山怎么能留下这样的弟子 就算是死了也是无名有辱啊 魔朔不足就是不足 尚诛先住 定笑昏定 立刻执行 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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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话总算没有为这个徒儿 完全失去领志 尽上 尽上 师父 小谷虽然犯下大错 至少师父 依然当我是你的徒弟 小谷即便是死 也心安了 无法 尽上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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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姊姊 大胆 谁敢擅闯我长流圣帝 白子华 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 伤他一分 我便图你满门 你若敢为天下人损他一毫 我便杀尽天下人 我便宜了 孟大哥 会审结束了吗 千古被判了吧 是一个销魂丁之行 不要 你们要对小布典怎么样 与你何干 我要带他走 休想拦我 打赢我再说吧 不要再打了 师父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沙千墓的线终于出现了 弟子听令 在 为圣君夺回花千古 是 多两个人 我伤阅 不厉害 你 你 不厉害 你 不厉害 你 你 上军 师父 莎姐姐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将军 护法 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急于一事 将来有的是机会 走 子华 三尊 我孤身而来 只想最后陪在千古身边 来 请遵事成全吧 行刑 这都非常难 倒肯定 这都要得了 帅事成全 下壳 再来 进 这 关上 帅人 来 没有人能在白子华手下救人 连杀千墨都做不到 倘若这个人 真能够秉公执法的话 他为什么在骨头身上 加了那么多封印 虽然理智告诉我 我可以相信白子华 可是骨头要受八十一根小魂钉 在力量被层层封印的状况下 哪怕是生 他以凶夺几杀 白子华 你究竟想做什么 我再问你一次 为何偷盗神器 导致妖神出世 人之后 有吗 你还在我 你的儿子 借我的索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意都不曾变过 一世千般 一年成活 还质疑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死生 分碎沉默 爱上你 爱上了错 是要你 失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迷向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劫难化作飞蛾辜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鸣沉默 爱上你 爱上了错 爱上你 爱上了错 无处 无处 无逃脱 故事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着沉默 别怪我 懦弱 请不容你我 舍我 护你而活 因为爱上了错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鸣沉默 我所谓的爱上了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